4月29日晚间 唐德影视披露的2019年一季报显示 范冰冰已经从十大股东名单中消失 从2011年开始 范冰冰和唐德影视之间的关系一步步加深 2015年 唐德影视更是通过资本合作深度绑定范冰冰 曾经的范冰冰 给唐德影视带来了无限风光 但陷入阴阳合同舆论漩涡的范冰冰 也让唐德影视有苦说不出 如今 在一地鸡毛之后 范冰冰终于也开始逃离唐德影视了 4月29日晚间 唐德影视同时披露了2018年年报和2019年一季报 对比两份财报 最引人注意的区别就是范冰冰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范冰冰还是唐德影视的第八大股东 持有公司644.96万股 持股比例1.61% 唐德影视2018年年报 到了一季度末 范冰冰已经不再是唐德影视的前十大股东了 棱镜通过大宗交易信息进一步发现 范冰冰很可能是在3月28日和3月29日两天进行的集中减持 大宗交易成交信息显示 3月28日唐德影视通过大宗交易成交132.74万股和359.97万股 3月29日又以同样方式成交134.55万股 在其他持股量较大股东股份数没有变化的情况下 如此大宗交易极有可能就是范冰冰所进行 这三笔交易总数为627.26万股 与范冰冰所持股份数也基本吻合 成交信息显示 三笔交易成交金额分别为999.53万元 2710.54万元和999.71万元 总共套现约4710万元 卖方营业部均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城南路证券营业部 卖方营业部中信箭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安利路证券营业部和华安证券股份有 现公司无胡分公司 唐德影视2019年至今大宗交易成交情况 范冰冰低调付出 做起了卖面膜的生意 不会带货的明星不是好明星 不知从何时开始 明星们都开始化身美妆博主 时尚博主 在网上推荐自己的护肤穿衣心得 粉丝们也心甘情愿被种草 不管是眼霜 面膜还是口红粉底 立马就会脱销 明星们既能表现自己接地气 也能拉动商品销量 某某同款一词 有时比任何广告语都管用 面对这样的商机 很多明星也不会放过 纷纷推出自己的产品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面膜 刘嘉玲 张力 就连郭德纲 郑爽的爸爸都卖过面膜 最近 又一位明星入了卖面膜坑 她就是范冰冰 近日 某平台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 久等了 这是关于范冰冰的SECRET的文章 正式宣布属于范冰冰的第一款面膜面试 文中称 范冰冰邀请了全球面膜研发团队一起钻研 她曾在体验期内 每天至少敷掉10片面膜 最终从200多片测试品中挑选出这款面膜 海报中还显示 范冰冰为品牌创始人 那么 这款面膜跟范冰冰到底有什么关系 小新查看了该公众号的账号主体 显示为纵横新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来自其查查的数据显示 该公司成立于2010年 注册资本为133.33万元人民币 它的经营范围很广 其中包括销售文化用品 电子产品 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 化妆品 而该公司的股东分别为新购科技有限公司 以及北京美丽公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分别为51%和49% 其中 北京美丽公文化交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因此 他也是纵横新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最大受益人 另外一位受益人则是刘世如 他还是掌上纵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这家公司曾和范冰冰合作 推出一款明星定制游戏范冰冰模范学院 值得一提的是 该品牌并不是最近才开始更新 早在2018年3月 他就推出了第一款产品 设评美容仪 在其关联的官方旗舰店中 美容仪的价格从2399到4298不等 但在两家电商平台的最高销量都不过百 明星带货容易 但自己卖货简单吗 其实不然 刘佳玲曾在2014年创办护肤品牌 但经营三个月就被爆出亏损200多万 据其查查数据显示 北京佳玲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曾在2016年进行过董事变更 刘佳玲随后退出该公司 也是在2014年 郭德纲也宣布进军面膜界 其面膜品牌还曾邀请买一担任代言人 记者在电商平台看到 该面膜仍在销售 一盒为299元 而销量也不过百 页面上还标着招待理和会员 张婷林瑞阳夫妇曾成立上海达尔威贸易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就是化妆品销售 也创有保养品牌 此前 曾因公司纳税达21亿元引发关注 演员陶红还是该公司的董事 而公司总经理 最终受益人为林瑞阳 尽管赚的盆满钵满 但其产品质量却备受争议 该品牌主打活酵母 但曾有消费者称用过该产品面膜后惨遭毁容 由此看来 化妆品生意并没那么好做 虽然明星有天然的关注度 但并不能完全反映在销量上 大多数消费者购买化妆品还是相对理性 要看它是不是三无产品 价格合不合理 符不符合自己的需求 除了明星同款还有什么优点 要创办一个成熟的化妆品品牌 并不是光靠人气就行 明星做副业需谨慎 毕竟没有几个人愿意拿自己的脸来开玩笑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